先来看需求,那官方的exes code它实现了exes.all,exes.spread的方法 它们的使用方法如下,这里有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都是使用exes.get去发生的请求 exes.all就是现在我给同时发生多个请求 然后在这个点证函数中我们通过exes.spread 然后在exes.spread我可以传入一个函数 这两个参数中我们可以拿到这个请求响应的对象 实际上这个exes.all就是对promise.all的一个封装 它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的数组 那么证函数的参数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参数为promise.results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里使用exes.spread的方法 所以说exes.spread的方法它是接收一个函数 返回一个新的函数 新函数的结构要满足证函数和一个参数结构 客人认为exes这两千个方法在目前看来是很迹雷的 因为我们使用promise一样可以完成这两个需求 还是刚才这个例子 那么这里使用promise.all去发送这样一个请求 在promise.all的results函数中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数字的结构 拿到这个每个请求对应的响应对象 那由于老的exes它可能是用es5去写的 所以说它没有这些语法它 所以说它创造了exes.spread方法 目前看来这个spread方法是非常鸡肋的 但是为了保持与官网exes API的一致性 我们也在ts.exes库实现这两个方法 那么官方的exes库也通过exes.exes 就是大exes对外暴露这样的一个exes类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使用场景 但是为了保持一致我们也会实现 另外对于exes的实例 官网还提供一个getURI方法 我们在不发送请求的前提下 根据传入的page返回一个url 比如说这个例子 这里是有一个请求page 然后我们直接通过exes.getURI 把这个page传进去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的一个最终请求的url地址 那这也是我们要实现的一个实例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这些需求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实现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们是个类型第一 我们给exes.steady这个接口去扩展几个方法 首先我们扩展这个all方法 那么all我们给它是一个范形的方法 然后给它一个范形参数t 然后all函数它是接受一个promises 那这个promises它的类型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它的一个类型呢 我们可以是这个发音参数t 那或者是我们这个promiset 然后对于这个all它的返回值呢 是一个promise这样一个数字 promise是类型的这样一个数字 这就是all的一个接口定义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spread方法 spread也是一个发音函数 它接受两个类型参数 一个t,一个a spread呢首先它是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它有一个参数叫callback 那这个callback它的类型也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接收什么 接收一个ax 我们有这个扩展运算符ax 然后它的类型呢是这个t的一个数字 然后这个函数它的一个返回值呢是r 也就是说t是表示这个参数类型 r呢是表示这个返回值类型 然后对于这个spread它的返回值呢 是我们一个函数 也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只有一个参数array array它的类型呢是t数字 然后的返回结果是r 那有些同学会问 为什么这里呢是有这个扩展运算符 而这里呢直接是一个array 那虽然它们类型都是这样一个t的数字 但是因为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spread它是把它相当于我们扩展成多个参数了 所以说这里呢是不定量任意个数的参数 我们所用这个三个点的这个扩展运算符的组号 而对于我们的返回值呢 它的返回值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resolve函数 它的这个数字呢 它的这个函数的参数呢只是这样一个数字 它是一单个的一个帧数 所以说我们证明的就是一个数字 然后它的类型呢是这个t类型的数字 所以这就是它们两个区别 然后呢我们再给这个它扩展一个axis 那axis的类型呢实际上是有axis的一个类类型 我们这里呢需要去拼大家一个接口 export interface 我们叫axis.class.set 然后呢它的类型呢是用一个mure的扩造函数 扩造函数然后mure.fade access.request.confade 反回的是我们这个axis 那是实际类型 所以说我们这个axis呢就指向这个类类型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要给这个access的这一口呢 去扩展一个getURI的方法 getURI getURI呢它是接受一个config 它是一个可选的一个参数 然后它的类型呢是这个access plus complete 反回是呢是一个strain类型 好我们这样就把这个类型呢都去修改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去修改这个实际 我们在这里呢是给这个access呢它的all呢 扩展一个all方法 functionall 然后它是promises 这里我们就不要标准它的类型 因为它可以被推断出来 然后这个access的all 它实际上就是对这个promiseall的一个封装 所以说它实现非常简单 就是直接return我们这个promise.all 这个promises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再去扩展access.spread的方法 那spread这个函数呢 你可以以为它是一个高级函数 它的参数呢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它return了一个新的函数 我们叫wrap 这个return的函数呢 其实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正参数的这个函数类型 然后它接受一个数字array 然后这个array呢我们在这个函数内部呢 去调用这个callback 就是return这个 apply 然后呢 把这个array呢作为这个参数 callback的就是apply的参数 这样的话它就实现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呢可以展开 展开成多个参数 但实际上我们用promise的话 直接用这个数字的一个结构就可以 好 这个就是spread方法的一个实现 也是非常简单的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实现这个 access.access 指向我们这个access类 然后这里有个报错 我们看一下这个报错就是 它这个复杂不能成功 是因为这个getUI方法不存在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access的类呢 是缺少这个getUI方法 但是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定义的时候呢 是包含这个getUI方法的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去实现这个UI的这个方法 回到这个accessTS文件 然后我们给这个类呢 去扩展一个getUI方法 接受一个可选 这个access request类型 config类型的一个可选参数 反而去实际的stream 然后它实现的也是非常简单 首先呢我们要去做一次merge 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config 然后再用我们这个mergeconfig 把我们传入的这个config 给我们这个default 做成merge 好 merge完以后呢 那我们再利用我们之前transformURL这个方法 去完成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给它导出去 export出去 transformURL干的事情 就是处理我们这个URL 它会根据我们这个配置 拿到这些最应的属性 首先它会做这个baseURL的一个拼接 然后再做参数的拼接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只要利用这个transformURL 那我们把它导出去 导出去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掉了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 因为我们是export function 就是default 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加论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使用了 再去retend 就transformURL 这样就实现了这个getURL的方法 至此呢我们这个代码呢就编写完毕了 这样我们就不会报错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demo 来验证我们这个代码 是否编写正确 看一下这小节的demo 我们在这里呢定义了两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分别通过exosget呢 去发送了两个请求 在这里面我们实现了相应的这个路由接口 然后我们直接返回对应的这个a和b 两个函数出来 然后我们这里利用这个exos.all 去发送这两个请求 就同时发送 然后在这个send中呢 我们利用这个exos spread 在它的一个参数函数中呢 我们可以去拿这个对应的a的一个反复结果 和一个b的反复结果 我们可以分别去读它的这个data 那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呢 还有第二种系统 第二种系统 就不利用这个exos spread 我们直接在这个send函数它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实际就是一个resolve函数了 那resolve函数它对应的就是 因为exos.all 它反挥是一个promise的数组 这promise的数组呢 实际上就是形成promise数组 并不说它是一个promise类型的一个数组 就是说它resolve的参数中呢 实际上它反挥的是一个数组 还有多个值 那在这里面我们利用这个数组的结构呢 就直接拿到这个对应的b的结果 和一个b的结果 我们直接log出来 那另外呢在这里呢 我们就构造了这样的一个config 那config呢 它的一个base url 是这个感度.com的 这个url呢 就是user12345 这里呢有多个参数 那我们再利用这个exos geturi呢 就把这个page给传入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一个新的url 并且呢我们并不用发送这颗请求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刷新看一下结果 通过这个log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log首先就是abab 说明呢我们这里 这两种写法都是ok的 都是能拿到这个数据的 那另外呢我们这里对应的这个结果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base url pink上我们这个reactive url 以及pink上我们猜数法 这个结果 好那么至此呢 这个tsisos呢就实现了官网isos 库在浏览器官的所有需求 那如果你学到这里呢 先为自己补课吧 那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 阶段性的学习成果了 那么目前为止呢 我们对于缩写代码的验证呢 都是通过用demo的方式 但是demo呢毕竟是难以覆盖 所有场景和代码的分支 所以为了保证这个代码的正确性呢 我们需要用更科学的方式 那么从下一章开始呢 我们会学习编写单元测试 那通过单元测试的方式来保证我们